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沙漠之花》 在这个大家都疯狂追逐韩国欧巴的浪漫 或是被欧美的科技魔幻大片所震撼的时代 一部真正可以触碰到人类心世界的影片可谓少之又少 近几年的《摔跤吧爸爸》等电影可谓因为走内心戏而大红一把 今天就想给大家介绍一部同样直击你内心深处 让你未知一阵的电影《沙漠之花》 《沙漠之花》是雪瑞·霍尔曼导演的作品 根据索玛里黑人女模特华丽丝·迪里的同名自传畅销书改编 影片主要讲述了华丽丝出生于荒凉贫穷落寞的索玛里沙漠 三岁时被迫接受了惨无人道的女性割礼 十二岁时又被父亲嫁给了六十多岁的老头 不愿意向命运屈服的华丽丝选择逃婚 赤脚穿梭于沙漠 这个杀手不太冷中说生活是如此艰辛 还是只是童年如此 其实生活就是如此 童年的艰辛你无法选择 幸福或是不幸与生俱来 但是对于童年之后的人生决定权在自己手中 逃离沙漠后的华丽丝 后来在伦敦被玛丽连锁收留 又在打工的餐厅里遇到发掘她的摄影师唐纳森 最后凭借不懈的努力成为名模 功成名就从此安逸应该是大多数人的想法 但是她在最辉煌的时候 她选择站在联合国的演讲台前 揭露这难以启齿的伤疤 拯救索玛丽 拯救非洲 拯救世界上所有承受苦难的妇女和孩子 在接触这部电影之前 对于歌丽这种行为是闻所未闻 百度百科给出的《女性歌丽》的解释是 《女性歌丽》是非洲的古老习俗 在女孩三岁到八岁间 进行通过歌厨一部分性器官 以免其性快感 并且《女性歌丽》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女孩 在结婚前仍是处女 同时结婚后也可以对丈夫忠贞 起源于古埃及法老时代 对这样的解释感觉既可笑又可怕 当在电影中看到那个片段时 真是熬着看的 实在是太残忍了 不能理解这样的行为 在那样如此文明的世界里居然还存在 华丽斯迪真的是太伟大了 出生于索玛里沙漠 成为世界顶级名模 而后又新系那些 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女性 虽然剧情简单 电影技巧上故事转折 也没有过度的很好 但单就电影的意义上 比当代小鲜肉的霸道总裁剧 高出太多的珠穆朗玛风 剧中华丽斯说 对尾的骆驼和领头的骆驼一样快 少数人所遭受的会影响所有人 总该有人站出来去突破思想的禁锢 赢得真正的自由 的确 现在的我们应该感谢 当初孙中山的国角习俗 孙中山爱中国 所以愿做第一人废除救赎 而华丽斯深爱着生他的非洲大陆 挂念着那片大地的 与他同样遭遇的女孩们 因而愿意毫无顾忌的 在世人面前撕开伤疤 或许是因为女人是男人身上 取走的硬根肋骨 所以女人无奈从此变成一个容器 接受着打着纯洁旗号的邪恶种子 理解落后时代的畸形审美 但不能作为伤害的借口 信而today is today is your lucky day 信而有人站出来 华丽斯的写真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又黑的皮肤 也许不符合传统中国人的审美 但是了解了她的一生 她真的美到伟大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